婚姻的不对等从开始就有了 就存在了 杨女士认为我是一个大学毕业生 我是一个骄傲的美丽的公主 然后我下嫁给你了 下嫁给蓝先生 那么在这个婚姻当中 蓝先生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像你追我当初一样 不停地对我忍让我 照顾我 我有无数的缺点你都得包容 承认我在这个家庭的强势 可这种强势一直存续 存续到二十多年后呢 丈夫感觉到什么 随着容颜的减退 爱情随着岁月慢慢的磨去 那他看到的可能大部分 都是妻子的不足 那么妻子呢 实际上在心理上 是非常依赖的丈夫的 实际上他没有表达出来 哪怕他今天在这里离婚啊 他不是想告诉你说 老公我离不开你 我求求你了 回到这个家 我改变我对你的态度 我们好好过日子 他可能拿出这样一个态度的话 那么丈夫就会好好地听你说话 或者对你有一份的 以前爱的怜惜 可是你这种态度呢 你拿出是什么态度 要离婚也得我先离婚 你说这种强势的态度 哪个男人能接受呢 他就是在家太强势了 在家里的一切都听他的 他确实在事业上还行 能挣钱 但是这个家里头 你也得关心着 是吧 孩子从小都是我 送幼儿园做饭 全是我 而且他呢 皮皮性格不好 回来以后高兴好 不高兴就更不好了 他呢喜欢喝牛奶 我呢 基本这些年 这七八年吧 牛奶他拿不了 他也上班也忙 都是我给他买 这个牛奶我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呀 一看要没了 你就不能忘了 如果你又忘了 就要挨骂 我就觉得 虽然是我对他也好 他有时候对我也 也行 但是就说在生活当中 他对我 确实是 让我 太寒心了 是吧 作为一个老公来讲 你说 那个 生活在一个家庭 老公你最起码也让他 能吃半个腰吧 是吧 在家最起码有一定的地位吧 如果作为一个男人 在家任何地位都没有 他太悲哀了 是吧 我有时候 我们俩吵架 听着我是 怎么说呢 哎呀 都要疯了 我就觉得 哎呀 哎呀 没办法 怎么这样 我俩换一换吧 你挣钱 我做家务好吗 我去那个没地位的 你去那个有地位的好吗